11月15日第22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盛大开幕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业界盛宴中 其乐品牌携15款重磅车型登陆扬城 充分展示了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新成果 其中风云序列的全新概念车 列峰凭借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领先的固态电池技术 成为了车展上的焦点 广州车展被誉为每年汽车行业的收官之战 各大车企纷纷借此机会展示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作为本次车展的重要参展商之一 齐瑞汽车凭借卓越的研发实力和深厚的技术积累 带来了众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车型 而列峰概念车的亮相 更是将齐瑞的创新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列峰概念车采用了onebox设计理念 即空间、科技、美学与一身 其车身线条流畅 造型独特充满了未来感 这款车型不仅在外形上引人注目 更在核心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列峰搭载了齐瑞自主研发的 三万转每分超高速电机 百公里加速仅需3.3秒 最高车速可达260公里每小时 性能表现极为出色 然而列峰的最大亮点并不止于此 其配备的齐瑞自研昆蓬800V固态电池 更是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据说充电10分钟能跑700公里 固态电池作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关键 具有极高的能量密度 优异的安全性和长循环寿命 相比传统的锂离子电池 固态电池在电解质上采用了固体材料 避免了电解液泄漏内部短路等问题 从而极大的提升了电池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列峰所搭载的昆蓬固态电池 能量密度高达400瓦时每千克 这一数据远超目前主流的三原理电池 高能量密度意味着更长的续航里程 列峰的纯电续航里程高达1500公里以上 这一表现足以媲美 甚至超越许多燃油车的续航能力 同时固态电池还具备长循环寿命的特点 据研究 其循环次数能够达到5000次以上 远超目前主流锂离子电池的循环寿命 固态电池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列峰的续航能力 还为其带来了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由于固态电池内部没有依然易爆的液态电解质 因此避免了电解液泄漏 内部短路等安全隐患 这一特性使得列峰在极端条件下 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表现 为驾驶者提供了更加安心的驾驶体验 列峰概念车的亮相 不仅展示了奇瑞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更体现了奇瑞对未来出行方式的深刻洞察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学用 在车展上表示 奇瑞一直致力于将想象照进现实 极致价值 极致魅力 极致创新 是奇瑞不变的追求 列峰概念车的推出 正是奇瑞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在车展现场 列峰概念车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许多人对这款车型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技术 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参观者表示 列峰概念车不仅外观时尚性能卓越 更重要的是 其搭载的固态电池技术 让我看到了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固态电池将会广泛应用于各类新能源汽车中 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加便捷环保的选择 除了列峰概念车外 奇瑞还带来了 其他多款重磅车型 风云序列的另一款全新概念车 静云 同样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先进的技术配置 吸引了众多关注 静云概念车定位为全场景修旅SMPV 其采用了插电混动系统 综合续航里程超过2500公里 为MPV车型 树立了新的续航标杆 同时 静云还配备了高度可调节的空气悬架 和智能驾驶系统 为驾驶者提供了更加舒适安全的驾驶体验 此外 奇瑞还展示了包括 昆蓬电池 第5.5代高效混动专用发动机 磐石车身2.0等多项技术展品 这些技术成果充分展示了 奇瑞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截至目前 奇瑞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1510多万用户 是第一个累计出口突破400万辆的中国品牌 连续22年位居中国乘用车品牌出口第一 裂峰概念车的亮相 是奇瑞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次重要突破 固态电池技术的应用 不仅提升了裂峰的续航能力和安全性 更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未来 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的降低 相信会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采用这一技术 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奇瑞汽车一直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裂峰概念车的推出 不仅展示了奇瑞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更体现了奇瑞对未来出行方式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性思考 奇瑞汽车将继续秉承创新 开放 全球化的发展理念 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为全球用户奉献最适合自己的高品质产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 奇瑞在未来的发展中创造更多的辉煌 一逼